車上騎系上安全帶謝謝 上車前叮嚀上車後還有示範 那這邊有扣完的圍攻扣 那我們拉起 把它扣上 聽到啪一聲表示我們安全帶系上了 那我們現在為各位檢查安全帶 是否都系上謝謝 一一檢查旅客是否系上安全帶 交通部修正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 規定四歲以上乘客 搭乘遊覽車強制系上安全帶 搭乘客運 則是在行駛快速公路及國道時 也必須系上安全帶 業者如果沒有告知乘客 將以公路法開罰 最重九萬元罰還 十一月一日上路 那在這個行駛當中 如果旅客中間有去上化妝室 那解開了回去沒有再扣上 那這方面可能就是屬於旅客 自己的行為 那我們業者就是在 發車前都有確認了 那也會有引帶做佐證 公路總局將會加強監督 但要罰乘客 還得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修正草案通過 目前嚴禮一般公路可處罰乘客 一千五百元 在國道或是快速公路 最重責儲六千元罰還 最快明年初上路 OK啊很好啊 這樣子保護我們自己啊 最近發生這麼多事情 我自己每個月都固定會坐兩趟 那目前我看到的部分是 大家都很主動的都會自己吸傷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對整個身體安全 也是有很大的幫助 罰則將上路提醒民眾 養車上車自己安全帶的習慣 暴障自身安全 再來喜歡環境群 好 台北報導